但其實標準很簡單 法例寫在這裡 你跟著法例做 其實那個標準就已經是標準了 為什麼現在會沒有標準呢 就是純粹你們加前加後 複雜化這件事 於是就沒有標準了 這是他的觀點 怎樣回應呢 標準就是你讀完那段 以及意思是那段的字眼 前後就根本不是一個相關的考慮 除非你前面說 以下我發假誓 然後我正在淘身 那當然不行了 或者我讀完讀到最後 服務市民的文字 然後你再說 之前我講假的 又不行了 否則你前面說什麼 爭取民主 後面說什麼 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本來是很簡單的事 大家看這麼多 立法會的宣誓 近幾屆就多了這些情況 其實回到最根本 最簡單 大家還原基本部 做最簡單的事就行了 我想你要明白 因為不同同事 對這個宣誓 作為一種政治表達 是有他的堅持的 你問我 我就照樣讀完 我這麼多年 91年到現在都是這樣 但有些同事 他真的覺得這個宣誓 我應該趁這個機會 因為這個都是立法會 還有我第一次入立法會 有這麼多的選民選過立法會 他覺得那些人想選我入立法會 都有一個政治表達 於是他就說爭取普選 於是他就說完之後 我一定要爭取普選 我又覺得沒有說不行 這件事 最重要是你真的做了 那個法律的部分 當然我覺得 我覺得有些同事 他講一些人家的普通市民 會覺得他是一些粗口也好 或者是會侮辱的字眼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我都很不自 我不知道他想什麼 你推動一個什麼民主運動 什麼運動都好 你都不想趕走你的支持者 因為你的支持者 一部分可能都覺得這個是 你會模範他 或者覺得你太過分 這樣說粗口 可能他另一部分支持者 很支持他都不承認 但問題是 你都想壯大你的支持者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他想什麼 你可能得罪了很多他的支持者 我覺得這個很不治 絕對不應該 建制派在昨天會議裡說了很多 覺得你們包庇他們 為什麼沒有人會譴責他們 事實上聽回會議 葉建源就有說感到遺憾 我看到報紙譚文豪就說應該要解釋 似乎泛民主派或者民主派會議 昨天就說了我們不認同這件事 我們不認同 不認同這件事 但是措辭上面 或者很多其他人 是完全直接不提 建制派那種觀點 你又覺得怎樣 我想是這樣的 有不同人他就有不同的看法 我民主黨就容易一些 因為我們是真的不同意他這樣說的 不過問題就是如果他的法律裡 符合了法律要求 如果他前後說一些 令人很不喜歡很開心 我只能說我會兩個回應 一 法律上他滿意了他應該是議員 可以立行了 他的職責 第二 為什麼你前後這樣說 我不同意你 或者我覺得不應該這樣說 我絕對是兩個回應 但現在你看看那三個同事 我就覺得姚議員 他所謂緊接他的誓詞之後 說了一大堆他的政治的宣言 第一 我又不覺得他有一個冒犯性 還有他又不是說只是發假誓 我就覺得他應該是OK的 法律上滿足了 但是如果秘書長都說不行 我希望梁君彥 禮拜三能夠如果判斷他是可以的 我覺得起碼對我來說 一個都是服氣一點 如果你說那兩個不行 我覺得你可能有幾種方法 我不需要教梁議員怎麼做 例如你當時陳維安 例如你看見這個China 你問他你的意思是否China 或者中國 如果一般所說 如果他說是 其實已經解決了 當然他說是 但他仍然讀了一個音 對很多人是冒犯的 但是對我來說 你一定要讓他做的 做議員 但是你出來 最多你繼續罵他 或者不同意他 就不要緊 但是如果陳維安就說這樣 那我就不能夠跟你宣誓 那我覺得這個 比較沒有那麼好 當然 尤其是如果他把華雅 那些Hong Kong is not China 那這個 你可能問一句 你可能已經可以了 你的意思是否就是 香港不是中國一部分 還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說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便解決了 當然我不知道秘書長 他有沒有信心 當時職場 或者怎樣解決 我想接下來 如果同樣事情 其實梁君彥在主席台 都要解決這件事 我想他想定了 怎樣處理是最好的 你當然說這是法律上的解決方法 但是有些人都說到 牽涉到立法會的尊嚴問題 你問一問他 他說China在中國 就由他過關 但是很明顯 這兩個人可以讀到China 可以讀到China 他解釋這句 叫鴨利洲口音 對公眾來說 是不是小孩子玩泥沙 這個公眾當然不信服 因為絕大所有市民 都是用常理、常識去判斷 他如果要這樣說 很多人都不相信他 我都不相信他 但問題是 你最後就是 如果你解釋了 是China 等於China 或者是中國 當然你可以叫他 那你可不可以讀正一個字 那就視乎他 或者你問他是不是這個意思 幾樣都可以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法律上 第二就是政治上 政治上 他自己覺得 什麼是他作為議員 最好的表達 以及是不是擴大了他的支持者 以及得罪了很多人 對他 究竟推進他的政治理念 有沒有幫助 現在似乎兩邊都收了一張底牌 一邊就不肯說 下個星期究竟是否會照版煮碗 另一邊就說 也不肯說 如果你照版煮碗的話 我究竟批還是不批 還有一張底牌就是 如果不批的話 是不是要取消資格 法例真的有這樣寫的 你也是個律師 法例是否真的可以這樣做 第一是法律上 第二是政治上 你們接不接受這樣做 我覺得這樣的 因為其實宣誓都是一個政治表達 如果法律上就很簡單 如果他是拒絕做這個誓詞 那就是遞奪這個資格 那他想不想玩這麼大 他也要考慮過 那是否好 但是什麼叫拒絕呢 這幾天周永成都說 他說不是他 你要很清楚他是拒絕 因為你遞奪他 如果是錯了 是很嚴重的 我猜他就算是梁君彥 都不會給他一次機會 覺得他不行 立即當他是拒絕 我想都不會的 尤其是你 這個是牽涉到這麼重要議員的資格 但是究竟 你只是千變萬化 那些事情 也視乎梁君彥的智慧 還有他覺得能夠符合法律 那個程度他掌握得很緊 因為比較寬鬆一點 為什麼你見到建制派議員 都說劉小麗那個慢慢讀 都說不行 他說慢慢讀 就是你讀不到意思出來 那我想 我猜梁君彥就不會這樣判斷 那你說是否鬆呢 那你可以說是鬆 但是對我來說 因為你的法律是沒有說你多久 還有他每一句都差6秒 他就是慢慢讀 他總之讀齊就可以了 但我意思是現在講 那兩個人 假設下個星期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趙板煮碗 假設梁君彥真的不給 當然這是很假設性的問題 但也真的要問的是 如果真的因為這樣而取消資格 你們會不會接受 有時候你覺得任何情況下 都不能夠接受 其實我真的要視乎他 是怎樣表達 因為律師那些比較麻煩 我真是看法律的 我先不要說他講話 是不是很討厭 我不喜歡他的東西 如果他是符合 我就必須要捍衛他的資格 我們如果多數的民主派議員 或絕大多數都覺得他真是符合 那我們會 據你力爭就跟主席說他符合 甚至主席可能是張押後 然後找兩邊的同事去問 給他全意見 他法律官員再給他意見 然後如果他做了一個決定 那就看看他的決定是甚麼 我想我們的回應真是 好看就是 如果我們覺得他是符合 而你肯定說他不符合 這個你記住 真的很嚴重 就變成我們會覺得主席 是不合情理 不合法地遞斷一個議員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還有一個問題 接下來的幾天會不會都希望秘書長 主席再加上其他人坐下 談談這個問題 秘書長就說會有書面的回覆 他怎樣看 但其實這件事就是牽涉到歷史 因為那天的判斷 現在反而更重要的是 梁君彥怎樣判斷 因為梁君彥可以說 那67個有些不行 也可以說那天秘書長不行的那3個 原來其實有一個不行 都可以 所以完全是他重新判斷那個 就是重要的 當然他怎樣判斷 他會不會想跟我們溝通 譬如他如果說那3個不行的 有一個不行 他會不會都跟建制派解釋 因為建制派都很勞氣 同樣他說那67個 裡面有多兩個不行 要再宣誓 他都可能會跟我們閉門再解釋 但他會不會給你一個時限 星期三開會 星期一、星期二 什麼時候才會知道 我想他要通知那些同事 因為你通知有3個宣誓 一、四個宣誓 一、五個宣誓 甚至你說原來我第一個 我都要再宣誓 那你要通知我 因為我要出席 所以會早些知道 到現在未知那個時間 我想他在找什麼資深大律師意見 他說 好多謝